俄罗斯宣布取消所有新冠防疫限制措施 中心社莫斯科7月1日电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月1日表示 取消因新冠疫情而在俄罗斯实行的限制措施 包括口罩制度等 据该局官网当日发表的声明说 在过去四个月内 俄罗斯境内新冠病毒流行强度稳步下降 周发病率下降了64倍以上 从2月中旬的最高峰值907.6 降至目前的14.06 并处于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冠病毒传播动态和新病例日均增长率也表明 病毒流行强度有所下降 此外 在所有年龄组中观察到新冠发病率稳步下降 且几乎所有确诊病例都属于轻度症状或无症状 声明称 俄罗斯境内的新冠流行动态特点与全球趋势一致 声明表示 考虑到奥密克戎毒株的发病率和传播明显下降 自3月1日以来 俄政府对经济各部门采取了最小化限制措施 并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部门取消了多项防疫措施 通过巡政分阶段解除限制表明 没有导致奥密克戎在俄流行过程趋势的负面变化 根据该局科学机构专家评估 由奥密克戎变异引起的发病率在夏季不太可能大幅增加 声明表示 鉴于新冠病毒流行强度持续下降 俄罗斯暂停此前采取的防疫限制措施 包括佩戴口罩制度 禁止夜间餐饮以及其他一些措施 但如果新冠疫情出现恶化 极可能恢复限制性措施 同时 根据俄罗斯国家总防疫失令 将保持及时发现病例的防疫措施和确保疫情监控措施 俄防疫指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30日俄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3106例 累计感染病例18430239例 新增死亡病例56例 累计死亡病例381112例